哈喽,我是小宝卖 虽然家里有不少的坐骑 可是还是满足不了我的速度的要求 这一点肯定都不如机车 姐姐,那你坐我赛车不就可以了吗 也对,要想跑的话当然要开超跑啊 我正是去准备准备 首先汽车有汽油 上一次去太空的资源还没缓过来 现在只能卑微的潜入水中挖掘 只要我挖的够快就不可能会溺水 完了完了,说话力flag 剩下来的小气泡赶紧游回去 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一共收集了四块,溜溜溜了 但这么下去我必定在这里了 终于回来了 就选举在这里大片大片的空地好了 先放上我们的车键 这时候我们就有个大大的工作台了 对准箭头的方向制作我们的超跑 汽车机身想要多大就多大 驾驶位我一般都是做三成四规格的 驾驶位后方放个翻动机 不然车子可跑不起来 既然说是超跑,总不能没有车胎吧 所以我最近准备了四个轮胎 肯定比两条腿都跑得快 这还是分前后轮胎,别高火了 为了驾驶平衡和稳定性 前后增添了两个突出方块 电能增幅器防止电路不足停机 头尾来一下 美光这层面我可是要做得很足够的 放个门防止开车开太快 把自己闪出去 这可真丢人啊 跑车一定要有跑车的样子 轮廓一定是要有的 最后就是把下面空缺部分给填满 这就大风告成啊 生长梯械 用搬手边军将能带走 环绕四周 有山有水 还有各种生物乱暴 开车总会滴滴碰碰 那我就在天空中做个停车场 嗯 就选择在前面这座大山围基础延伸出去好了 当了呢 怎么说 铺了个带带的平台出来 一望无际 在这里的一些设计也绝对是杠杠的 姐姐 那防护网呢 不然你飞出去怎么办 哎呀 还好你提醒我 不如差点就忘记了 沿着边边找用方块系一键生成 怎么说 还省时省力 还要做个赛道出来 一个平台多没意思啊 我们要做的当然是O型跑道了 要留个足够的位置打圈 怎么说 当然有点解漏 当然还是可以用的事呢 帮上我们的主角 小表妹排跑车 给后面加满汽油 免得没油准备推出来 让我先来试试一下 出发 哎 这一路还很通胀呢嘛 转角就要减速慢慢来 不能着急 直角只要对系到我们自我的位置 就能转走啦 小伙伴们怎么说 我这技术是不是杠杠的 有没有小伙伴来挑战一下我的车技啊